2006年 34岁的王华 出生在浙江省上榆市 一个工人家庭 已经嫁入到局长家的他 正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然而谁又能想到 他居然是一名杀人犯 时间回溯到1993年 21岁的王华 从上榆市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毕业以后 独自的来到了深圳打工 他在深圳市 梅亚特制衣有限公司 找到了一份制衣工的工作 1994年 3月份的一天下午 王华的制衣机出现了故障 机修部的维修组长白永杰 连忙跑了过来 帮王华很快的修好了机器 这个白永杰 高中文化 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的 一个工人家庭 他比王华大七岁 因为同是浙江的老乡 又有这件事作为催化剂 两颗深处异乡的年轻人的心 迅速的就靠近了 半年以后 两个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1995年2月 王华和白永杰 相约回到杭州找工作 可是 要在杭州找到一份 较好的工作 那并不容易 两个人只好四处的打着零工 不久呢 白杰却迷上了赌博 还软磨硬泡的 把王华也拉进了赌局 结果 两个人很快的输掉了 仅有的那么一点点的积蓄 债主是不停的来催债 甚至还威胁他俩 要砍断他们的手和脚 走投无路的王华和白永杰 不得不挖空心思 还这些赌债 有一天 王华和白永杰 路过了一家证券公司 好奇的他俩 就发现里面 炒股的人 都随身带着不少现金 白永杰就对王华说 这些人呢 都很有钱 不如咱俩想点办法 从他们的身上 搞一些钱 王华一开始 还不同意这么做 白永杰却说 咱俩欠了这么多钱 难道你真想要被砍断手和脚 王华停了以后 顿时就倒吸了一口凉气 私损再三 他就同意了白永杰的办法 1996年6月3日的中午 王华来到了杭州市 延安路某银行的门口 去猜点 他看到了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 提着沉甸甸的布袋 他凭着经验判断 这布袋里面装的一定是用来炒汇的钱 于是他就主动的上前搭讪 这个人的名叫方正林 他正想找人兑换外币 王华呢 就说自己带外币没带足 预好了两天之后 再联系兑换外币 到了6月5日上午9点多 王华和方正林一碰面 他就借口外汇啊 放在家里面 让方正林跟着自己去拿 于是方正林就拿着这18万元的现金 随他去了位于拱树区的一间出租房 当方正林一进入到房间里面 早已经躲在卧室的白永杰 抓着一把尖刀 狠狠的就刺进了他的脖子 方正林惨叫着挣扎着 一边的王华抄起了一只袋子 把他的头紧紧的给裹住 白永杰就趁机在他身上 又是乱刺了一通 直到方正林停止了呼吸 疯狂的杀戮之后 王华是惊恐万分 不知所措 白永杰呢 却是一不做二不休 竟然把尸体给肢解了 一部分石块扔在了下城区 打铁棺附近 另一部分石块 他沉入到了家门口的那条运河里面 6月8日上午9点50分 杭州市航管处内核航道的阳关索 一个施工队在河里面发现了石块 几经勘察以后 杭州拱树区官分局最终确定了死者的身份 并且根据目击者的描述 画出了王华的模拟画像 然后发出了通缉令 王华和白永杰在杭州东夺西藏了一段时间 白永杰很快的又把还赌债以后 剩下的谋命钱都给输了个金光 而王华呢 却每天饱受着噩梦的折磨 惊恐和悔恨 让他几乎是精神崩溃 1997年10月 王华断然的和白永杰分手了 王华回到了上瑜的老家 父母对王华的回家感到十分的欣慰 但是王华却整日的生活在恐惧当中 虽然已经回到了家 但他总感觉到并不安全 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普通工人 没有任何的权势背景 有朝一日警察真的找上门来 父母根本就没有办法 为自己开后门开拓罪行 那怎么办呢 王华是绞尽了脑汁 最终想出了一个 亡羊补牢的办法 他想找机会嫁入一个 有权有势的家庭 一旦东窗事发 婆家肯定会动用关系 出面为自己说情保命 1998年的5月份 王华在当地的一家 人寿保险公司找了一份工作 眼看着26岁的女儿 一直没有定下对象 她的父母开始就四处的 为女儿物色人选 有一天 王华父亲的一位同事介绍说 尚于当地一位局长的儿子 叫飞冰 还没有对象 飞局长当时在当地很有威望 他的妻子还是当地公安部门的一名干部 是当地条件非常好的干部家庭 要和这样的家庭结庆家 王华的父亲想都不敢想 因此他就一口回绝了同事的好意 当天中午一家人吃饭的时候 王华的父亲随口就提起了这件事 王华听了以后立即的兴奋叫道 哎呀爸呀 能做局长的儿媳妇那多好啊 那样别人就不会小看咱们家了 你就请那个同事提提琴吧 王华的母亲也劝老伴去试试看 经不住女儿和老伴的再三要求 王华的父亲只好是答应了 但是让王华一家人遗憾的是 飞局长一家却蜿蜒的谢绝了 说他们不能接受在深圳闯荡过的江湖女子 当自己家的儿媳妇 王华呢却并没有泄气 他就暗自的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想办法把局长的儿子费兵追到手里 几天以后 王华想到了他一个女同学 好像和费兵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 他就决定利用这层关系 好好的设计一下和费兵的偶遇 务必让费兵觉得他们是有缘分的 1999年6月下旬的一天 王华先请一家公用电话亭的老板 帮他打电话到费兵的办公室 确定了费兵在办公室以后 王华就开始实施他的偶遇计划 先打电话给那位女同学 说要去看他 然后王华特意的换上了一条白色的连衣裙 披着绣发 疯子绰约的来到了费兵所在的办公室 站在清一色工作服的女员工中间 王华显得是格外的轻利 立刻的就吸引了在场男士们的目光 费兵自然也不例外 王华和女同学聊了一会儿 很快的就离开了 期间呢 他始终也没看费兵一眼 果然 王华这一出门 费兵就迫不及待的向女同事打听王华 第二天晚上 费兵就通过女同事邀请王华喝茶 经过一番深聊以后 费兵更是被王华漂亮的容颜和优雅的谈吐 所折服 很快两个人就陷入到了热恋之中 谁知费兵的父母仍然是不满意王华 费兵就再三的向父母解释说 王华之前压根就不知道自己是局长的儿子 而且自己是主动的追求王华 如今怎么能如此势力的说分手就分手呢 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说服父母 费兵的父亲 还特意的托了一位老同事 请求王华的父亲劝说一下自己的女儿 放弃费兵 那天父亲告诉王华 局长托人来回绝了 并且劝他 你就死了加进局长家的这条心吧 王华却有些愤愤不平 他哪能轻易的放弃 这把他精心设计的保护伞呢 他想了片刻 对父亲说 爸 你别管这事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 第二天 王华主动的约费兵出来 二话没说 就提出来分手 费兵一个劲的追问原因 王华呢 却只是不住的落泪 最后一言不发的离开了 之后整整两天 王华对费兵避而不见 连电话也都不接 女友的突然离开 让费兵是查不思 犯不想 很快就病倒了 他对父母说 王华不嫁给我 我宁愿饿死 费局长夫妇俩没有办法 只好是暗中托人 调查了一下王华的过去 发现他除了在深圳打过工 还真没有什么异常 于是他们就只好 接受了这桩婚事 2000年10月 王华如愿地和费兵 举行了婚礼 望着众人羡慕的眼光 王华不禁暗暗高兴 然而 尽管婚后丈夫很疼爱自己 但他仍时常的心神不宁 害怕当初的案情 不知道什么时候败落 怎样才能取得这一家人的认同 即便是事发 也能得到他们的庇护呢 这是王华思考的最多的问题 在他的潜意识里 觉得婆婆从事警察工作 如果使婆婆接纳了他 也就是为自己找好了后路 左思又想了好多天 王华终于又有了新的计划 那就是千方百计的讨好婆婆 让婆婆喜欢上自己 同时尽快的怀孕生子 套牢这一家人的心 结婚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费兵给王华买了一件白色的大衣 正当王华试衣服的时候 婆婆穿着警服突然回了家 看着镜子前面的王华 婆婆就埋怨说赶紧脱了 穿白色的太不吉利了 王华纹身一转头 猛的看到一身警服的婆婆 当时吓得张大了嘴巴 回过神来 他赶紧脱下了大衣 到厨房端来了一杯蜂蜜水 小心翼翼的递到了婆婆的手上 看到婆婆喝下去以后 他才松了一口气 此后王华把所有的白色衣服 都收了起来 哪怕衣服上只有一小块白色 他都不敢再穿上身 如此小心翼翼的讨好婆婆 他终于渐渐能看到 婆婆的好脸色了 但是结婚一个月以后 王华没有怀孕 这本来很正常 可王华却焦急不安起来 他回到娘家向母亲讨教 悄悄的翻书找方法 半年以后终于是怀孕了 但是他又担心怀的不是男孩 他想婆家有权有势 丈夫又如此的疼爱自己 自己只有生一个男孩 才会使婆家人在乎自己 这样顾虑重重 常常的令他寝室难安 2002年3月 王华终于如愿的生了一个儿子 可是他才高兴了几天 突然就被诊断出乳房 有一个良性的肿块 不得不动了手术 费兵只要是一有空 就守在他的身边照顾 婆婆呢却不大乐意了 有一天 王华在阳台上收衣服 婆婆看见了说 还麻烦你收衣服干什么呀 让费兵来不就行了吗 王华听了婆婆的话 竟然一下子紧张起来 反复的揣摩 婆婆是否对自己印象不好 当天晚上 王华就闪着泪光 对丈夫说 你以后你忙你的 不要对我太好了 我平平淡淡的过日子 就已经很满足了 对于妻子如此奇怪的说法 费兵觉得一头的污水 2004年3月 王华因为长期的做家务 过度的劳累 导致腰椎部位出现了严重的病症 没过几个月 她又因为蓝尾炎住院开刀 出院的那天 婆婆关心的问她说 你总是生病 可能是不适应环境吧 也许啊 换个环境 对身体有好处 王华紧张的连忙摇着婆婆的胳膊 哀求着说 妈呀 都怪我身体不好 你可别赶我走啊 婆婆对王华的反应十分的惊讶 说啊 你怎么回事啊 我可没说要赶紧走啊 这一天夜里 王华却想了很多 她担心 如果有一天被婆家赶出门 那就等于是把自己赶上了绝路 想着想着 她就咬醒了丈夫 痛哭着说 你不会不要我吧 我不想被赶出这个家 费兵对王华的举动很是奇怪 就安慰她说 我怎么会不要你了呢 你想的太多了 巨大的精神压力 让王华越来越敏感多疑 每次只要是一出门 王华总是把头发披下来 还戴着一副墨镜 路人多看了几眼 她就浑身的冒了汗 最让王华头疼的是 婆婆经常在吃饭的时候 问她在深圳和杭州的经历 每次王华都是如坐针毡 觉得自己就像是被审讯的犯人 好几次 王华都梦见自己被警察抓了 而且审讯自己的就是婆婆 一天 王华听到公共婆婆在讨论搬家的事 以为他们要自己搬出去 顿时的就恐慌起来 她决定 不遗余力的要讨好婆家人 就特意的向亲戚们打听婆婆的各种喜好 当她得知到婆婆喜欢穿裙装的时候 就在婆婆的生日当天 送了一套价格不菲的裙装 婆婆平常经常的加班 因此无论婆婆回家多晚 王华都等她吃饭 洗漱完毕以后才回到房间睡觉 不仅如此 每天早晚 王华都为婆婆现磨一杯豆浆 婆婆换下来的衣服 她都主动的洗净晾干 整齐地挂到衣柜里 渐渐地 婆婆真的就被打动了 不仅对她有了笑脸 还直夸 她是个好媳妇 王华这才暗暗地长嘘了一口气 就这样 王华逐渐得到了婆家的承认和喜欢 也开始感觉到 身为局长儿媳不一样的待遇 2005年夏天 王华去电力局申请安装风骨店 这样晚上的电费价格就相对便宜一些 当他来到电力局的时候 才发现没有带证件 这时候一位办事员对他喊道 你不是费局长家的小王吗 你也来办申请啊 王华点了点头 没等他多想 这位女办事员就说 你直接填张表就行了 说着他就帮王华办了手续 这件事让王华感觉到 当局长家的儿媳妇 果然是高人一等啊 有了这种感触以后 王华为了减轻内心的负罪感 还对一位贫困的女大学生进行了眷助 这位女大学生毕业的时候 早上门来 当众是边哭对王华道谢 这件事传开以后 人们都称赞说 废局长家的儿媳妇 真是菩萨心肠啊 王华听罢了以后 更加的暗暗为自己的谋略 感到得意洋洋 就这样 随着婆家人对王华的感情 日益加深 王华内心的罪恶感 也被越来越多的优越感 和安全感所冲淡 他天真的以为 噩梦真的慢慢的离自己远去了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恶有恶报 最终还是应验到了他的身上 2006年5月初 杭州市拱树区官分局 得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说尚瑜是有个姓王的女人 十年前 曾经在当地的某银行附近 炒汇套县 警方进一步调查得知 这个女人就是王华 同时 警方对比当年的 遗凶魔女画像 发现王华和画像人物 非常的相似 因此判断王华 就是当年的那个犯罪嫌人 2006年5月22日的傍晚 尚瑜市公安局 和杭州市拱树区 公安分局的刑警一起 在费家把潜逃了十年的王华 当场抓获 在王华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刻 他痛哭着对年幼的儿子说 儿啊 妈妈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 听到儿子撕心裂肺的呼喊 王华是痛不欲生 几乎是瘫软着被架上了警车 第二天上午 杭州市拱树区官分局刑警 在下城区三堂公寓的一栋住宅楼里面 把白永杰也当场抓不归案 当周围的人听说 王华是个藏匿多年的杀人犯的时候 都感到十分的意外 王华父母得知到女儿 执意的要嫁入干部家庭 背后竟然隐藏着这样的打算和心机 最初怎么也不能相信 而后又感到万分的羞愧 但最感意外的莫过于王华的丈夫费兵 当他得知到此事以后 震惊的是没有办法站稳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知道这六年多的夫妻情深 竟然是王华的一个阴谋 而王华的婆婆得知真相以后 极为的震惊 原则性很强的老人家 气恼都来不及 又怎么会替王华说情呢 好了 感谢您今天收听